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8月8号星期天 一大早我去了Costco,发现他们新进了非常多的锥形绣球 这些锥形绣球的价格只有9块9毛9,是两加仑的 锥形绣球也是绣球家族里最皮实、最耐折腾的植物类别 它们属于低维护、常开花的植物 锥形绣球不怕热也不怕冷 最热的可以达到零上38度,最冷的可以忍受零下30度 它们喜光耐干旱、耐贫瘠的土壤也耐修剪 总之是好处多多,对于初次养花的人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要记住的是它们不同于大花绣球 锥形绣球的花色不会因为土壤PH值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颜色 初开的时候不分品种都是奶白色的圆锥花形 有的后期会变成带一点灰色的绿 有的会变成带点粉红色或红色的渐变花色 和品种还是相关的 Costco这个具体后面会变成什么颜色我还不大清楚 因为我没看到标签 我去的这家Costco的地址写在视频上方 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我觉得大家究竟找一下自己家附近的Costco,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是多年生的羊地黄 也有朋友管这个叫毛地黄 因为英文是Foxglove,所以有的人执意过来就管它叫狐狸手套 这个也是多年生的,花形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今天买了一盆,这个价格也是$9.99 后面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做一期视频来说一下羊地黄的养殖要点 目前Costco还有卖一些一年生的花卉 比如说这些小大理花,另外还有一些机关花 另外室内的花卉也已经开始上架了 这些我没有找到具体的价格 有一些放在$9.99那里,有一些放在$19.99那里 如果你有兴趣到自己家附近的Costco看一下可以找到合适的价格 这个也非常漂亮,但是这个很确认是$19.99 这些芭蕉也是$19.99,都是室内花卉 有喜欢秦叶蓉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这个价格当然不便宜,$89.99 但是相比较其他花圃也算是很合理的价格了 喜欢种菜的朋友注意一下 Costco这个菜床现在已经减价了 价格是$49.97 这一个包装里头有两个菜床 我自己买了两套,明年春天就省市了 现在所有的材料价格都很贵 这个只要组装起来就行了,不需要另外买材料 也不需要自己来做 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很合理的了 有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去看一下 这个花床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以及自己的地形进行不同情况的组装 其他的花园用品目前还没有看到减价 我会经常去看看如果有什么好deal 尽快的上来和大家分享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